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我得那个规规 这不是非洲草原大网红油猪蓬蓬吗 今天的装饭着实有些过头啊 全身上下最新款的棕色大皮 显得格外帅气比人 走路带风还嘚瑟的不行 就在昨天半夜蓬妞打了电话 说自家水龙头漏水 希望蓬蓬上门做个维修工 蓬蓬也是暗暗高兴 终于等到了这天 于是蓬蓬大清早 就让托尼老师为自己打造了最新款的装扮 你看一头炫酷棕色雕毛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就是那么的耀眼 而且圆鼓鼓的小肚子就是这么富泰 真是猪帅遭人妒忌 此时的小编也是替观众老爷们打抱不平 真想狠狠的上前教训一下这个老色皮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一头老母猪吗 还叫啥朋友 就感觉你是在叫安吉拉贝比一样 真是一天不装威 你就活不下去似的 于是做好发型的蓬蓬 也是马不停蹄的往朋友家改 你看看蓬蓬的四个小蹄子 巴巴的跑得飞快 心中邪恶的笑容 已经出卖了蓬蓬的初心 你以为是简简单单修水龙头吗 真是太肤浅 蓬蓬心想 朋友这小娘们真是不让朱省心 好端端的水龙头还能被你整坏了 你这是整了多大的幺蛾子 都还不知道自己顶不顶得住朋友的架势 就在此时 向大师出现在蓬蓬眼前 蓬蓬也是高傲的血眼一球 向大师看着年轻的蓬蓬 也是一股热血涌上心头 加油努力哦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 现如今也只有羡慕极度的分了 向大师感叹到年轻真好 而蓬蓬却不管不过 独自洋溢着幸福继续赶路 而就在这个时候 蓬蓬需要穿过一条小河 突然听到了最为熟悉的拍照声音 咔咔咔 就是一顿长枪短炮胡乱拍摄 蓬蓬也是心里慌的一匹 他歪眼斜头着眼睛打亮了一番 大骂道 你个两脚兽啊 整天搞什么妖娃子 每天不是可干干着我干啥 你要知道 今天我可是有工作的 不是去送历史给裂老板 而是要给我蓬妹上门解决水管漏水故障 去为蓬妞上门服务 难道这个也要现场直播吗 这你们也太没人性了吧 虽然说我蓬蓬是草原网红 但总要给我一点点私人空间吧 就在此时游住蓬蓬一步留神 就把维多利亚的秘密 暴露在摄影师的眼前 不得不说这蓬蓬这小子 还是拥有熊货资本 两腿之间的局部位置 隐藏着最为性感 最为奢华的人间美味 难怪朋友只希望蓬蓬上门维修水龙头 而不找向大师和观看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因为大家都没有蓬蓬的实力雄厚 由于出门比较急切 蓬蓬连早饭都没顾得上 而现在的蓬蓬却在路上找了家餐厅 准备吃好喝足再上路 毕竟见到蓬牛后 维修是一件利器活 没有足够的粮草 哪里有利器修水管 你要知道在这荒山野岭 哪有什么山珍海味 全是山上的土壳产 什么三七根田七粉什么的 最为好的就是蓬蓬最爱吃的 原来的非洲的马哈 这东西可不简单 吃了马哈那老腰不孙 头不痛 就连上七楼都有劲了 于是蓬蓬果断点上了一大盘的爆炒马哈 这可花掉了蓬蓬大半年的工资 你要知道蓬蓬一直就是个吝啬鬼 从来不乐花一分钱 但是蓬蓬有个原则 好刚用在刀刃上 花钱要花在命运上 你要知道为什么其他动物 总是没有得到蓬蓬活的潇洒自如吗 那是因为世界上所谓的公平 都是给不会动脑的动物准备的 会动脑的动物则不需要公平 你看看人类的高考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是公平的 但是正真有钱人是不参加高考 他们直接出国 在国外转一圈回来 就可以直接就读国内顶级学府 而大家还在排队买票坐车时 富人已经做上了VIP私人专席 所以说在你认为是公平的事情上 那只是在同一个维度上 而蓬蓬的思维 却已经突破其他动物的思维 这就是为什么说蓬蓬已经成为了草原网红 而其他动物一直停留在原地 没有前进的步伐 此时爆炒马哈已经端上了桌 蓬蓬也是抓紧时间大吼躲移起来 你还别说 这味道还真是不耐 富含青草的芳香还特别Q弹爽口 你再看看这蓬蓬 一边吃着新鲜的食材 一边慢慢回外 这时的摄像大哥 也给了蓬蓬一个特写 不得不承认 蓬蓬的这小子身材还是非常迷人 但是这五官真不敢恭维 不知道是昨晚太兴奋了没睡好 我起码黑眼带已经无法看清楚他的眼睛 只能在庞大的脸盘上 发现两个充满岁月痕迹的圆月弯刀 这也证明蓬蓬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存活下来 一定是经过残酷的斗争 你要知道蓬蓬历史已经被烈老二和打工豹炒成了天价 只要说拥有硕大的历史 就一定会招来烈老二的暗恋 而游住蓬蓬在草原上虽然样貌平平 但在草原作为自助餐靠前的排名 也让不少蓬蓬家族的兄弟惨遭烈老二的攻击 而现在的蓬蓬却依然保留着两颗硕大的历史 今天就好好犒劳犒劳自己的宝贝 让他长期伴随在蓬妞身边 为自己的下一代发光发热做贡献 此时蓬蓬点的爆炒马咖已经全部霍霍一轰 他要成了力士在手 好好挥霍一下 别到时候被列老二借走了就悔恨终身 所以及时行了才是蓬蓬最大的心愿 快活一秒是一秒 别走开朋友俺老猪来眼 你觉得蓬蓬说的有道理吗 人是不是也应该及时享受快乐呢 快乐一秒是一秒 我现在给你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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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YK